Baby 吳亦凡等藝人現時在內地人氣爆燈 新駕不菲 但回到他們未紅時 亦有跟普羅大眾一樣熬女生的歲月 近日在內地真人鬍潮流合夥的人 他們食日熄火鍋時 吳亦凡被人問到第一份工作 原來他在溫哥華讀書時 曾經做過洗碗工 但他試過被熱鍋燙傷 又辛苦又累 很快吳亦凡就已經辭職了 轉了做KTV服務員 48元人仔1小時 他做了8小時也不夠400元 之後Baby說自己15歲的時候 做了雜誌不得已 拍4小時就有600元人仔 至於第二份工作就是迪士尼的節目 每個月有4000元人仔 有固定收入兩年 經濟獨立之後 已經不用再問家人拿錢了 至於同星出身的趙金物 他拍攝電視劇 《不能活有糧》 兩個月才拿到2000元人仔 他也是從事最接近娛樂圈的工作 大家都想起 以前種種有益苦私填的感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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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